早上好,欢迎收看新洲沙巴新闻。 印多咖啡祝福大家冬至团圆,和家平安。 来关注今天头版新闻。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说,除了实务辅助改善计划和购买教科书的支出要求, 政府同意不论父母收入,在2023年1月向所有学生提供150令吉的开学援助金。 安华昨日在提成2022年统一基金二度法案时说,疫情的危机导致一代人辍学, 因此为儿童准备适当的学校设备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于年轻人的就业,他说,在实施1500至2100令吉薪金计划的推动下, 政府将在2023年通过短期就业计划提供5万个合同职业机会, 其中包括3万5千个政府关联公司的就业机会。 配合来临的圣诞节,联邦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公布 沙巴将有10项食品列入佳节统治品,当中含盖鸡、羊、蔬菜及猪肉。 内贸部长拿督沙拉胡丁表示,圣诞节价格统治计划是从12月23日至27日,为期5天。 换个焦点,沙巴人民联盟属李主席拿督杰菲理急定案强调, 4名前土团党国会议员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是以沙盟旗帜上阵。 他们退出土团党的决定并无触犯反跳槽法令。 杰菲理重申,该4名国会议员早在10月27日已成为沙盟直属党员。 他们的候选人委认状也是由沙盟所签发,并非土团党。 4名前土团党国会议员分别是巴巴的拿督阿米战, 三角石的凯鲁费道斯, 蓝脑的拿督佐纳丹亚新, 以及石碧丹的拿督莫巴利。 沙巴州元首敦诸哈提醒人民, 在来临的佳节期间必须小心谨慎, 采取防范措施遏止冠病蔓延。 朱哈昨日发表圣诞节及杨历新年献辞时, 这样呼吁。 他说,各阶层人民都必须时刻遵守政府发出的标准作业程序, 确保所有人不受冠病威胁。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。